哈囉大家好,我是欣岳 我是齊恩明 我們今天在拍 《But You Give It Up》的MV 其實這首歌想要給大家的感覺就是 不論遇到什麼樣的逆境 我們都能自己找到 屬於自己的方式 然後繼續去突破它 那這首歌的概念跟歌詞 很像在對自己說話 包括副歌的 《But You Give It Up》 《Why You Give It Up》 好像都是在問自己說 因為主歌比較像是 我要突破我的困境 那副歌比較像是 我們自己比較不好的那一面 比較複雜負面的情緒 起來吞噬我們的時候 好好我們在問我們自己說 為什麼遇到這個麻煩 為什麼遇到這個困難 你要選擇放棄 為什麼要放棄 要趕快振作起來的意思 講得正好 講得正好 真的 超多次的 我剛剛一直笑唱 超級好笑 對不起 我憋超辛苦的 我看到你在憋 然後我就跟著笑 太難不笑了 你們剛剛在做什麼啊 他們說是一個什麼3D 3D掃瞄 對對對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帥的動作 然後他這樣去排 環繞環繞 然後是不能動的狀態 然後我們一開始選擇的是對眼 這是對眼第一圈可以 後來二三圈 因為對太久了 真的好像要笑 真的想笑 真的拍到一半我就看到姐妹這樣 我超好笑的 然後手又很痠 就更想笑 不要跟內傷 尤其是他教你不要笑的時候我更想笑 我後來直接笑出來 我說對不起 振奮人心 正氣凜然 正氣凜然 抬頭頂胸面對所有困難 真的是這樣啦 沒有亂講 嗯嗯嗯 同意 你會覺得嗎 這整首歌就是一直棒 棒棒棒棒 整首歌都是一直在 尤其他的rap的那個 節奏出來的時候就是 啊 Let's do this 啊 又有挑戰 Let's do this I can do it 其實就是啊 其實就是不要放棄的那種感覺啊 不放棄這個詞大家都會講 但是有多少人能真的不放棄 那顆顆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 每一次失敗都是 可以讓我可以檢視一下自己到底喔 就是有哪一些部分是我自己 還不敢去面對 或是我還不想去承認的 每個失敗都是讓我認識自己的機會 所以 當我真的去 從這個失敗的這個過程的時候 我好像到最後我會覺得說 欸這個失敗 有道理 然後就成長 然後就繼續下一個成功 或是下一個失敗這樣子 然後繼續成長繼續成長 然後都會是很值得的過程 你講得很棒耶 謝謝 你講真的很棒耶 真的 我也是覺得每一個失敗 或是我們人生中的很多圖法狀況 困境都是給我們一個提醒說 你在說什麼 蛤 給我們一個提醒說 我們是怎樣 對 因為他講到不敢去承認 我就想到 如果是我的話 我其實 就是寫歌詞嘛 就是一張紙 一支筆 有時候你一支寫一支寫 你自己的 潛意識 甚至一些 你其實不想認識的自己 會被自己寫出來 那寫出來的那個當下 其實你也只能面對 他 一直面對這張白句 只能面對自己當時低潮的情緒 就是面對這樣子 You can do it 我前幾天才回去聽 I'm alive 然後我覺得他唱歌進步了 喔 我也覺得 很棒耶 因為我練很久 然後我覺得我的饒舌也是 我開始比較多實音 那形式上是實音的時候 代表心理上是 更篤定在講出我想要表達的詞 所以我覺得這是 跟那時候I'm alive不太一樣的原因 但其實因為回去想 I'm alive跟這首 But you give it up的風格 跟想要表達的東西 其實都有點像 就是逆境重生嘛 那這首歌唯一不一樣的就是 我覺得我們彼此都更篤定的 在闡述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也正在實行 就是突破自己心中難關的時刻 我很喜歡耶 對 我也是耶 導演的那個概念 那個那一張 我一看到的時候 我就哇 我好喜歡 然後就是找到自己 內心裡面的光 而且講到那些光 其實我覺得 其實很多的顏色 他們會說話 就是很多的顏色 他們代表不同的情緒 我們在對著 後面很多燈光的陳色上面 都是有跟著那個 情緒在鋪陳的 那是我覺得 我最喜歡的地方 在海邊也是 就是很喜歡 就是很遼闊 很熱 很濕 很潮濕 這首歌已經在所有數位平台上面上架了 歡迎大家分享 多多聆聽 謝謝你們 那我們下次見 好會講喔 對啊 你懂好多詞彙 很棒 好恐怖喔 我們聊天 我們在聚光燈下聊天 我們兩個其實很熟 只是這種聚光燈下聊天 有點怎樣 有點恐怖 有點恐怖 我們現在又要面對自己了